花通三法也是民生法案 這一定是民生法案 但問題是這個法案的過程 因為第一個金額也許高 第二個主要是因為包括地支 要不要再經過很多間 可是這個法案復康已經告訴你 七月十六一定要過 是我覺得可以 我先講一下剛剛講的財化法 因為我長期跑產業 事實上財化法 台塑集團已經講了非常多年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主要的六七都是在雲林 然後在雲林之後呢 雲林就會把他當成說 你死假人嗎 然後就一直罵他們 然後或者是說 剛提到高雄啊 中油啊中鋼這些 就會有木林金 然後就每年什麼幾億幾億 然後那些木林金就會變成 很多地方勢力在那邊 有衍生出很多的爭議 那其實我某種程度上 我也是吃食材化法 不然你這樣子地方才會積極的 爭取這一些工廠來這邊投資嘛 不然人家每個人都心想說 那你賺錢是都分給台北 然後你的那些 其他的一些污染 很多留給我們當地 那難怪人家看到這些工廠都會覺得不喜歡 所以確實財化法的劃分是有助於 就等於企業界跟就是投資的這個當地的地方政府 不要好像感覺都好像很漢格 然後應該有一種比較像中國也是這樣 就是說一些獎勵啊回饋啊這一些部分 我覺得是可以朝這方面去走 第二個剛提到那個花東三法 我覺得花東三法某一種程度上啊 為什麼傅崑奇現在喊出這個很簡單啊 你黃國昌你要的我都給你過了 你的國會武法我都給你過了 我的咧對不對 怎麼你如果說你要的我幫你弄過了 結果我要的你拍背屁股就走了 這個我們沒有研究 那我不是等於被你給糊弄了 前面他們難道沒有先談過嗎 我覺得說好歹應該大家先溝通一下 就是我支持你的那個國會國會武法 那我最主要希望能夠推動地方建設啦 什麼我這些法那你也要挺我 就前面大家不是應該要先談一下嗎 現在聽起來好像連那個賴士寶都不知道耶 所以我覺得不要說藍白有沒有溝通 你說內部 對 內部都沒有溝通耶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講說 國民黨好像有一種羊群現象 我們都知道領頭羊領頭羊嘛 其實你就是羊群裡面就有一個領頭的 那如果那個羊要怎麼跑 那個一群他就會跟著跑嘛 就像擔心整個國民黨會像是那個跳懸崖的羊 你知道嗎 之前曾經我發生在其他國家發生過 怎麼整群的羊都集體自殺 原來領頭羊不小心跳下去了 然後全部都跳下去 所以現在國民黨大家在擔心說 你們如果搞不清楚這個花東三法所影響的 那你這樣子真的要隨著傅困奇這樣子喊要過嗎 這過下去還得了 他傅困奇先姑且不論喔 他就說兩兆多 所以句實在話 我昨天黃仁群都已經進入到AI時代 我們都已經在那邊討論AI以後 怎麼樣台灣是非常重要的國家 結果現在整個台灣竟然花2.5兆去弄飯康 還要弄18個 而且是在3000多公尺的高山群上面弄飯康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還要十年內完成耶 拜託我們的血稅就已經花了13年 你的血稅高度才750公尺 這是3000多公尺的一個高山群耶 然後你要打18個山洞 這個難度之高 然後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你沒有任何的地質評估 你沒有任何的一個可行性評估 你沒有任何的一個相關的一個就是報告出來 然後你嘴巴一講十年要完成 所以這會讓人家覺得說你根本就是拿國家的未來的建設 當成一個蛾系 而且甚至是變成是你傅崑崎本人 好像幫你自己在爭取相親 那我就問你一句 花蓮人有真的支持嗎 我覺得搞不好連花蓮人都不支持 因為對花蓮人來講最重要是什麼 是現在的醫療相關的這個部分的資源不足 還不一定是那個本康 或者是那個隧道這個部分 然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裁員也不明 然後施工這個難度過高 那裁員那個部分他講了一個 我們不用自由我們也可以用主權基金啊 我們可以用國外的主權基金啊 那我就想說你傅崑崎跟國外哪個國家很熟 不好意思喔你是那個更生人 你連良品證拿不出來 你連美國都去不了 所以換句話熟的國外哪裡 就中國啊 那你中國的施工品質 我就不相信台灣人真的敢開 所以你如果花了好幾兆 然後弄了一個打了八個鬥 然後這樣弄下來 結果後來真的所創造出來的效益 那個支滿足你傅崑崎跟支票的話 那其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而且之前高工局曾經評估過 這整個完整的話至少要38年 OK 基本上慧珍姐開玩笑啦 怎麼可能叫中國來承擔這個事業 不可能喔 我必須要講就很快了 才華法基本上剛才將軍已經講 桃園的人口幾乎跟台北一樣了 可是我們的中央統籌分配盤 跟一般補助款每次都一半 600多億我們就是硬試拿300多億 桃園是一個升格直壓是需要建設的地方 所以現在我們由朱立倫主席台大會計教授 他提的版本是怎麼樣 中央地方原本7比3 我們希望6比4 而在過程中會有5000到6000億 是給地方使用的 以前民進黨也是支持 就是說財化法重新討論 而這過程中所得稅款 貨物稅營業稅就給地方領 因為這本來剛才講了有一些污染在地方 你就是要給地方多一點的財源嘛 所以而且這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前瞻8000億 中央隨時去做自己的人情 然後灑錢灑得很開心 那錢是什麼 是從地方來的 所以我覺得讓台灣的財政更加穩定 這個法是一定要過的 再來這個花東三法 我先講喔 他雖然不是國民黨的優先法案 可是因為現在合格言耳之 最重要的國會改革武法已經過了 每一個地方要針對地方的建設是可以的 可是我必須要講 花東塊他是分8年編列 環島高鐵跟國六東研 他是要用BOT 那就算退一萬步來講 就算要討論這些來講 現在也只是法律案 他還沒有環評 他還沒有所謂的財務的2.5兆出來 所以事實查核中卿也講說 2.5兆是無中生有的 因為目前他都還在一個法律案的層次 可以給大家討論 OK 這整個林陶 現在從傅庚吉總召 從那個法案國會無法過了以後 包括講那個什麼廢監察院 所有這些一路下來 會不會出現剛才慧珍說的 因為他就是總召嘛 我跟你講打仗的時候 大家各自挺各自的 一定是這樣 大軍團作戰 但如果哪一個方向不對 或是那個方向 因為像廢監院這件事情 國民黨中央就跳出來講 國民黨是武權憲法 OK 贊成武權分立 所以難不保會不會有一些法案 就是剛剛他講那個 裡頭羊一往下跳 羊都往下跳 會不會出現這個 五哥基本上這個民進黨 建立了欣喜 馬上看到 你們國民黨裡面總召好像想推廢監院 然後你們國民黨中央文傳會的主委 李燕修委員出來講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是尊重三四五權分立 所以你看 這個挑藍營的矛盾嘛 30個藍維 立委馬上聯署要被考簽 遇韓國瑜速設這個修憲委員會 可是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韓國瑜看到接下來民進黨要推這部分 他宴請藍維 他說不要接下來不要推 這種政治高敏感 而且高正義的法案了 而且重點 兩件事情讓民進黨現在開始 開始覺得 我到底要不要推 因為賴清德自己剛提了考試院政務院長 跟考試委員 如果你要廢考簽 你現在怎麼會提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民眾會覺得 第二個 現在提案的這30個委員是誰領錢 陳廷飛 陳廷飛他正國會的 這個監院的院長是誰 新潮流的大姐大成局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新潮流 基本上現在聲音比較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個過程中 柯建民他出來講說 哎呀 不然我們先不要推好了 柯建民踩煞車 不是國民踩煞車 柯建民說 我們這樣好像落入敵人的陷阱 這樣子變成就是說 這憲政改革還要拖很長時間 會被劍風插針 所以我必須要講一個結論 今天羅志強跟王鴻會出來講說 好啊你就廢嘛 他就說不不不我不要廢 你看我們開始進攻 你就說不要 就代表你打假球嘛 再來 吳宗憲直接戳破 他說好 如果你要被你監院接下來不要提名 或是你民進黨立援黨團直接否決 監院的人士 我就覺得你是完真的 或是把下個會期監院的預算凍結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這樣子 民進黨 竟然沒有去檢討監院過去八年 沒有好好的把他過去糾舉這些權力彰顯 竟然直接要廢掉 好啊那你就直接講說陳菊做得不好嗎 你又敢講嗎 來來來貴女 林桃不用這樣挑撥我們黨內啦 這是很清楚你看陳廷菲那個提案 各派系的立委都有啊 講說是政國會的沒意思 好這地點 第二個我要講啦 我覺得邏輯不同 我覺得給觀眾評斷 我們民進黨開大門走大路 我們一直以來就主張考監要費 可是在沒有修憲之前 你本來該提的人就提啊 國民黨現在講法是 你不用修憲 你們就直接不要提就好了 沒有這是兩個邏輯 你現在憲法就在那裡 國民黨不是最愛講 中華美國憲法什麼時候都不講了 所以我們陳廷菲他提的這版本 是負責任喔 來國民黨起義來歸 支持我們的修憲版本 我們來修憲嘛 但你少騙人了嘛 上次在18歲公民權的時候 民進黨當時我們就提了要廢考間喔 國民黨堅持不要的喔 所以不要這個時候跟我講要廢考間 我們民進黨是始終如一 我們在18歲公民權當時 我們提了說要廢考間 國民黨不同意 現在我們一樣要廢考間 只是修憲來做 那國民黨為什麼變來變去 對